现在我们来聊一聊首次在珠海航展上亮相的殲-16战斗机 那么在航展飞行表演期间 殲-16展示了优良的低空性能 不仅飞行速度非常快 而且在拉起的过程当中 它的大影角的性能也是非常的突出 那么在飞行表演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通过高机动性能的展示 也对于殲-16它的这种优良的空战能力 进行了这种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展现 那么在地面的静态展示区 那么殲-16它最大的亮点和看点 其实就是在它机下面所挂装的新式弹药 那么这款新式弹药是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 和一般的这种反舰导弹和这种制导弹药 它在外形上有一个明显的差别 首先隐身化的这样的一个弹药 在发射之后飞行的过程当中 对方的搜索雷达想要对它进行跟踪和定位难度很大 所以它的突防的能力会变得更加的优良 那么这款隐身版的这样的一个弹药 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就是不洒气 比如说它的内部会装很多的这种子母弹的这样的一些小弹药 可以针对面状的目标进行杀伤 也有可能就是一款隐身版的巡航导弹 可以针对地面的固定目标 包括海上的移动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 进行观看